第五十四集 顾扬一看就知道林浩在想什么,冷声开口 林少爷,要不要我提醒你一下你说了什么 视线有意无意地扫过林浩的膝盖 林浩的脸色越来越黑 他没有理顾扬,而是直直看着沈青兰 美女,做人留意些,日后好相见 视线中是浓浓的威胁,沈青兰不为所动 我这个人喜欢的一向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不喜欢已得抱怨 这一下子,林浩的脸色真的是比锅底还要黑 你就不怕来自林家的报复吗 林浩这次是赤裸裸地威胁了 顾扬和顾凯一听这话 笑了,要是换作别人,听了这话 估计也就真的退缩了 但是沈青兰,先不说沈家和傅家 单单是一个沈君旭就够他林家喝一壶的了 你可以试试,我怕不怕 沈青兰神色未变,就连语气都没有波动一分 依旧是清清冷冷的,一如他给人的感觉 林浩脸色难看,不再理会沈青兰 而是看向了顾扬和顾凯 你们也打算因为一个女人而跟我们临时结怨 要是家中长辈知道了,就是你们也不好交代吧 顾扬听了这话,直觉想笑 而他也的确笑出了声 林浩脸色难看更甚一分 你笑什么 顾扬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林浩,你以为就两个小辈之间的矛盾 会上升到企业之间 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后半句话,顾扬虽然没有说 但是林浩从他的表情也看出来了 他的脸色清清白白,煞是好看 顾扬说得对,两个小辈之间的矛盾 家中人知道了,顶多是斥责两句 绝对不会引起两个企业的争斗 更何况,就像林家和顾时那样的 两个毫无竞争关系的大企业 林浩,少在这里拖延时间 赶紧得兑现承诺 是个男人说话就要算话 不要想这耍赖 顾扬一脸不耐烦 你们他们欺人太深 我大哥给了五千万 已经算是给你们面子了 别给脸不要脸 林浩身后一个棕色头发的青年 一脸怒容,怒喝道 行,主人还没说话 养的狗倒是先叫唤上了 顾扬脸上挂着痞相 宗发青年脸色一变 你妈谁是狗 谁硬就是谁了 宗发青年和尚轻轻暴跳 再好脾气的人听了这话都要暴怒 更不要说他从来不是一个好脾气的 赵三,我劝你最好不要动手 眼见着棕发青年要朝顾扬动手 顾凯冷冷开口 你今天要是敢动手 我明天就有能耐 让你家里的公司倒闭 别以为我不敢 林氏我们虽然没有办法 但是你一个小小的肇事餐饮 即便不通过顾氏集团 我也能有办法让你经营不下去 不信的话 你尽可试试 被称为赵三的宗发青年 听到了顾凯的话 脸上闪过一抹犹豫和害怕 他们家原本就是一家小小的餐饮公司 前两年抱上了林氏才发展起来的 所以他才甘愿跟在林浩的身后 做牛做马 他不确定要是顾氏对赵氏动手 林氏会不会出手帮他 但是十有八九是不会的 林浩自然也看见了赵三脸上的犹豫 心中暗骂了一声废物 看向赵三身后另一个矮鸽子的男人 他叫王波 也是林浩的跟班 这三个人以林浩为主 平日里 没少仗着林浩的身份 在京城里横行霸道 王波收到了林浩的眼神 犹豫着不敢上前 毕竟顾凯刚才的话 他们也听到了 他们王家家业 同样经不起顾氏的折腾 林浩见他不动 眼神一利 王浩一颤 硬着头皮走了上来 顾氏 我们林少愿赌服输 已经把五千万的赌注给了你们 你们就见好就收 特扰人处且扰人吧 王波平日里 帮林浩办事归办事 但从来不轻易得罪人 现在同样如此 要是低头可以稀释宁人 那么他宁可低头的人是自己 林浩听了他的话 脸色一变 却也没说什么 顾羊笑嘻嘻地看了他一眼 王胖子 你少爷我只知道 什么叫男子和大丈夫 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至于见好就收拾什么鬼 没听过 说着还坐视挖了挖耳朵 王波脸色也不好看 但是见到林浩越发难看的脸色 咬咬牙 眼睛一闭 砰的一声跪在了地上 并且狠狠地磕了一个头 姑奶奶 这次的比赛 我们输了 王波这一举动 让在场的几个人都吓了一跳 没想到他竟然会替林浩跪下了 沈青兰虽然有些意外 但是脸上的神色却没有多大变化 只是见到跪在地上的王波 看向林浩的眼神里 寒意却加深了几分 原来鼎鼎大名的林大少爷 也不过如此 沈青兰与其轻蔑 眼神嘲讽 这样不屑一顾的态度 让林浩感受到了莫大的耻辱 他看着沈青兰的目光凶狠 仿佛一头吃人的野兽 哪里还有一丝半点的伊尼情谊 现在的他 只想狠狠地教训一顿 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 他林浩在京城里混了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女人 敢这么下他的面子 他握了握拳 手上的青筋榨起 他可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不心打女人那套 林浩的动作被顾扬看在眼里 他眸光一寒 率先过拳打了上去 林浩没有防备顾扬 被打了一个猎切 妈的 顾扬 你敢打我 林浩的脸被打偏 顾扬出手中 只是一拳 林浩的嘴角就挂上了血丝 林浩别看平日里 总是跟着顾扬作对 但是论武力 他绝对不是顾扬的对手 毕竟顾扬的外公 可是父老爷子 知道自己打不过顾扬 林浩突出一口血末 掏出手机 拨了一个电话 孙哥 对 是我 我现在在今天国际赛场上 遇上了一个不开眼的混蛋 是 好的 孙哥 我等你 挂了电话 林浩看着顾扬的眼神 犹如看一个死人 虽然 虽然孙哥过来 也不会要了顾扬的命 但是 一顿皮肉之苦 却是免不了的 竟然敢动手打他 今天 他不扒下顾扬一层皮 他就不是林浩 至于打了之后 会有什么后果 那就不在林浩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现在的他 早已经被怒火支配了理智 顾扬 你他妈有种就给老子站在这里挡上 今天你要是敢走出这里 你就不是男人 顾扬揉了揉刚刚打疼的手 下手太重 自己的拳头也疼呢 果然 这个林浩还是皮太厚了 他知道林浩叫了人 说不准就是哪里的混混 如果只是他一个人 他才不怕 但是 现在身边有个女人 顾凯也是伤残人士 他自己这边带着两个累赘 自然不能和对方硬碰硬 刚想开流 却被林浩四个跟班 团团围住 虽然有两个人 从开始到现在 也没有说过话 也没有做出什么事情 但是 在林浩挂了电话之后 他们就自觉地围了上来 显然是打算 将他们留在这里 顾阳眼眸一沉 林浩 你这是什么意思 林浩揉着自己的脸 听到这话 冷笑一声 什么意思 顾阳 你以为你动手打了我之后 还能潇洒离开 你当我林浩是尼尼的 林氏集团的少东家 也不过如此 沈青岛淡淡淡开口 只是一句话 却将双方的矛盾 更加激化 林浩的脸色 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 他冷冷地看着沈青岛 我会让你好好见识见识 林氏少东家 和你们这种 声斗小民之间的差距 作为女人 还是聪明一点的好 尤其是那张嘴 要是管不住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你以为故事 会为了你和我离世为敌 顾阳和顾凯 听到沈青岛的话 脸色一僵 心中苦笑 原本想缓和一下矛盾 先离开这里再说 毕竟 今天他们这边 完全不占优势 不是没有想过 将沈青岛的身份告诉林浩 但是又怕这件事情 闹到长辈那里 要是被沈家和傅家的 老爷子知道了 他们两个 也没有好果子吃 而原本 人满为患的赛车场 此时 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很多人都认出了 林浩和顾阳 虽然有不少人 想留下来看戏 但是 更多的人却知道 这场戏并不好看 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引火烧身 所以早早的就走了 空旷的赛车场 此时就剩下他们几个 沈青岛可不知道 顾阳和顾凯心中所想 他对眼前的局势 一点不看在眼里 他的情绪一向很淡 更是很少讨厌一个人 回到京城之后 倒是多了两个 一个是沈西桐 另一个则是今天见过的林浩了 他虽然不喜欢麻烦 但是对于某些人 他却也不介意麻烦一点 他在等 等林浩叫来的人到来 有些事情要解决 就要一次性解决干净 有些人 你要是不在第一次的时候 让他对你心生畏惧 那么以后 还会有源源不断的麻烦 与其这样 沈青岛宁愿今天麻烦一点 顾阳和顾凯 即便现在想走 但是在林浩等人的注视下 暂时也走不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很快林浩叫来的人就到了 人数不多 估摸着也就15个人左右 带头的是一个年约30的男人 皮肤幽黑 个子不高 大概也就1米7左右 戴着一条小拇指粗的项链 露出手腕上是黑色刺青 一脸的凶神恶煞 沈青岛看见 林浩冲着他叫了一声孙格 知道他们等的人来了 孙格的身后是15个年轻人 个个面色不善 打扮流里流气 林浩 到底是什么人这么不长眼 竟然欺负到你头上了 孙格装模作样地问道 其实他早就看见了 被围在中间的那三个人 林浩指着顾阳 就是他们 孙格 我要求也不高 你帮我教训教训他们就好 改天 我请兄弟们吃饭 孙格顿时明白 教训的意思就是可以打 但是不能出人命 也不能打残 顶多就是个中度伤残 养个把月就能好的那种 显然 林浩现在的理智 已经慢慢回笼 又不甘心 就这样被顾阳打了一拳 所以才对孙格 说了这样的命令 并不甘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